大家好,各位午安 今天我的題目是Post網絡restaking的可行性 我會以EigenLayer這個restaking最旗艦級的專案內容跟大家做介紹 我是William Sly 目前在Impossible Finance我是擔任研究員 過去也曾經在Nervous這個公鏈擔任Post網絡的工作 已經加入Quibito大概有大概六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對於所有的機制設計都感到非常有興趣 這也是第五次來參加CostCup擔任獎者 很高興每年都有CostCup這個場合讓我可以讀書 因為其實CostCup之前都是我累積最多知識的時間 會發現EigenLayer是因為說 在去年的年底我就隱隱約約發現說 各個西方的頂級的機構 包括說A16Z, Coinbase, Masari 或者是像Consensors等等 他們基本上都開始在說明年他們覺得 什麼事情會是Best Things 不以為兒童都提到了EigenLayer 那我那時候想說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去看一下 想不讓他們提的時候連白皮書都沒有 甚至網站都還醜醜的很簡陋 那我就想說一定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在Cooking這個協議 或者是在組織一個很新的一個東西 那我就開始去注意它 那首先先講一下restaking的概念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以太坊已經全部是PoS 那全部是PoS的情況下就變成說 你抵押你的以太幣進去以太的主網絡 你可以獲得就是大概年化大概4%到5%的 FPUI的這個獎勵 那同時你也可以借此而成為一個以太坊上面的節點 那restaking的概念就是說 你把抵押進去Ethereum Bitcoin Chain的這些ETH 你可以在EigenLayer這個網絡上面再進行直壓 那在EigenLayer這個網絡上面 它會讓你有很多其他需要驗證的這種中間鍵的協議 比如說像是橋啊或者是Layer2 然後或者是像預言機等等這些需要驗證的這些服務 那它也可以讓這些以太坊的節點在抵押以太之後 它可以繼續用它抵押的以太 作為一個憑證去做直壓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你想說我以太幣都已經抵押進去以太的主網絡 那這樣子也行嗎 可以在那裡做再直壓嗎 當然可以 那重點是他們就是有一個蘿蔔與棍子裡面的棍子 就是當你要做restaking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就是你退出你的以太幣的這個權利 是掌握在EigenLayer的合約地址上面 因此一旦你在這上面做任何驗證的工作 你如果去做一些壞事 它等於說它可以直接把你抵押在以太主網這些網絡的以太幣直接取出來 那作為沒收的這個動作去喝止大家去做壞事 那同時它除了棍子之外一定也有蘿蔔 那它的蘿蔔就是它會提供restaking的獎勵 包括說你在上面如果要做跨鏈橋或者是做預言機 你這些協議它一定會提供一些獎勵 比如說它的原生代幣去給這些restaking的這些驗證者 去當作驗證獎勵 所以這樣子的話他們的incentive就不會只有那4%到5%的以太主網的APY 那它會更高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任何建立在EigenLayer上面需要驗證的協議 它其實基本上都是歡迎所有的以太坊的staker來這邊打工 然後就是當然除了它的機制有蘿蔔與棍子之外 重點是它還必須要師出誘名 它一定會開始說我對以太坊的主網有什麼樣的好處 以及對於整個生態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他們所宣稱的第一個點就是說 在沒有EigenLayer的今天 其實基本上大家要建立各種中間鍵的協議 它都必須要抵押自己的token 比如說今天我們如果在siler上面要做跨鏈協議 你要成為驗證這些跨鏈的交易的節點 你必須要抵押Siler的token 他們其實是必須要自己去找到很多想要成為節點的人 這些節點還要願意去買他們的token 所以他們的資本效率其實是 他們獲得這些資本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有了EigenLayer以後他們就會宣稱說 那今天不一樣喔 今天你是透過EigenLayer上面的這些 EigenLayer可以直接將以太坊上面這些抵押的以太 直接拿來作為上面這些AVS的 就是這些中間鍵的這些人所需要驗證的這些資本 對那這邊AVS就是之後還會一直看到 基本上AVS就是說Active Restaking Service 那它就是說建造在EigenLayer上面的驗證服務 那包括我剛剛講的各種中間鍵都是 那他們會把這個 他們會把這個就是概念稱作Pool Security 就是說它是透過整個以太坊的Pool的安全性去保障這些 就是建立在EigenLayer上面的合約的安全性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會去宣稱說從硬體設備上來看 其實Restaking相當於說 你每個節點成為節點的人 它可能都會有很多榮餘的算力 因為今天以太坊它要求你成為節點的條件 是非常的就是 它會希望說你成為節點所需要的這些設備 它越就是這些設備它所需要的要求越小越好 這樣才可以讓越來越多人成為節點 那所以現在也才可以看到說 全世界總共有幾十萬個以太的節點 對那它的要求就這些 那其實當它的設備要求很簡單的時候 很多專業的人他一定有更好的設備 那有更多榮餘的算力 這些算力就可以拿來去做各種上面的中間鍵的驗證服務 所以等於說它是讓有能力的人 可以再繼續去做各種的驗證服務 那它的定位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大概會是一個介於以太坊之上 然後其他的中間鍵等等這些服務之下的一個協議 那等於說我覺得它有點像是一個驗證者可以打工的一個網絡 那這是EigenLay它的定位 那EigenLay在白皮書上面有寫說它預計可以接受的資產會包括說 原生的以太以及像是LSD的這些ETH 包括說像你在LIDL上面的STETH 或者是像Rocket Pool上面的REES等等 那除此之外它在白皮書上面還有講到兩個東西是 其實以太坊的LP以及LSD的LP 也都可以拿來當作是抵押的資產 但是這兩個東西我之前在他們的AMA有問過 他們的Founder以及他們的CMO 其實他們對於這些LP怎麼進入EigenLay的網絡 還沒有很好的實現方式 所以目前他們就只有開放原生的ETH 還有就是像LSD的這些ETH 當作是Restaking的資產 那這邊就會再扯到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即使你有這麼多的以太 你不一定手上有這些資源可以拿來做節點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你的以太透過委託的方式 給到原本就已經在做節點的人 或有能力做節點的人 那當你今天你是Stacker的時候 你可以Delegate給這些operator 這些驗證者或者是說打工人 那他們會去驗證各種這上面的AVS所需要的任務 那驗證完之後他就會獲得獎勵 那這些獎勵的話就會跟Stacker一起去做分成和分潤 那等於說你手上的ETH也可以拿到更多的利潤這樣子 那同時當然有賞就有罰 他也當你這個驗證者 就是你委託的驗證者如果做一些壞事 那你的ETH也會同時一起被沒收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說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這樣的概念 那這邊slash其實 EigenLayer它的處罰機制 它有去想過特別多處罰的細節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它透過EigenLayer去質押這些以太 它推出地址一定是EigenLayer的智能合約地址的 就是某一個他們智能合約地址 那他們核心的原則就是說 希望整個貪污作惡的成本 會遠大於說他貪污可以拿到的利益 那在這個地方他有一個比較巧妙的設計是 Restaking它得到的憑證 其實他Restaking得到的憑證會是NFT 而不是Fungible Token 因為... 因為說就是如果今天一個Restaker 他的憑證是Fungible Token的話 那就變成說他非常難以管理 因為一個Restaker他是可以把它 他是可以同時去承擔各個不同任務 比如說他現在目前上面的服務有跨鏈橋 有L2有預言機 他是可以同時參加各種不同的驗證服務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一個人抵押一個以太的 去參加三種驗證服務 跟去參加一種驗證服務 他是Fungible Token的話 那就變成說他管理起來會非常複雜 所以他的憑證會是一個NFT的形式 那這也是他在設計上面比較巧妙的地方 那他們有想過各種風險管理 或者是會發生的風險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說 比如說這些驗證的operator 如果聯合起來作惡 比如說今天有三個operator 他們要聯合起來作惡 他們都是壞人 他們抵押了3M的以太 那今天如果只有一個就是TVL有2M的 比如說跨鏈橋 那他們一定不會作惡 因為他們作惡的話 他們這價值就是3M的以太都會被沒收 但是如果今天他們同時在三個服務裡面當驗證人 這三個服務加起來總共6M的價值 那nice 就是我如果去作惡的話 那我被沒收了300萬 就是之後我還有600萬可以賺 等於說我淨賺300萬 他們就有可能會去作惡 那eigenlay的網絡要去就是限制這個協議的方法是說 他給AVS的建議是你們可以限制說資金流入協議的數量 那同時AVS方他也可以指說他們只想要獎勵或先獎勵 參與比較少AVS驗證的operator 就比如說你今天你是一個只有抵押200萬的資產的一個operator 你想要去驗證5個加起來價值總共超過2000萬的這些 中間鍵的服務 那我如果是一個AVS的中間鍵的營運房 我可以說Sorry 我不接受像你這樣子的驗證人 那這是他們的一個方式 那eigenlay他們官方也說 他們未來會去創建一個類似dashboard的東西 讓大家有一個比較方便的界面去看 這些AVS他們這些參與AVS驗證的這些operator 他目前抵押多少資產以及參與多少協議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就是除了operator聯合作惡之外 也有一個可能性是他意外的處罰到原本運作很正常的這些operator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說有可能他的code還不成熟 或者是他的implementation有一些地方有漏洞 導致說會不小心去懲罰到一些沒有做壞事的這些operator 那這個時候他們給的第一個建議是 我覺得有點像廢話 就是說這AVS要做好一點 那其實有點像廢話 當然也是沒錯 但是就是你懂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eigenlay委員會其實他有一個很重點的權利是 他在早期就是他會有一個否決掉各種slash行為的這一種權利在 那這個權利是他會隨著eigenlay的協議逐漸成熟之後 他這個委員會的這個權利 他說有一天會退場 但是什麼時候會退場還不知道 那這是他們在做風險管理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他們實際上 eigenlay的實作長什麼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會帶大家用比較抽象的方式來看一下他整個合約和EOA的互動的方式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裡有各種灰色的灰底的這些字 其實這些字代表的都是各種不同的合約 那其實eigenlay沒有什麼了不起 它就是一個合約的集合 它上面有各種合約 它包括說像strategy它就是負責管理金庫的 那strategy manager就是負責去給金庫上面去做存繪 然後還有就是delegation manager就是負責去讓各種operator可以註冊成為合法的驗證人 以及讓staker去委託他的資產去給operator 那delegation term就是負責去處理這些收入的人 那最後slay share就是負責去做罰錢的合約 那再來eigenpart跟eigenpart manager就是負責去做 就是比如說你本身就已經是可以直接成為節點的人 你可以去run一個eigenpart的合約 那他還會有一個manager的這個合約去幫助這些solo staker 那實際上在這裡面的行動者的話會包含說驗證人以及staker這些角色 那watcher在白皮書上面沒有寫到 但是他的技術白皮書上面有寫到說 他是一個可以當作觀察者的角色 那未來的話就是在一些有爭議的場合下他們會起到一些作用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講其實他的合約還有很多 各種上面看到這些綠色的全部都是合約 那我就只把一些比較重點拿出來講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去看他們的github 那這邊就先講一下說大概運作流程 比如說他今天如果是一個驗證人的話 他會先去跟delegation manager去註冊 那註冊之後他就會開始去運作各種的task 那包括說他這上面會有structure manager負責去幫他去做 把錢deposit到eigenlay的合約上面 那以及說就是有slash會去偵測他的各種行為 如果他做壞事的話他就會去啟動frosen這個功能 去凍結他去做各種任務 以及去做withdraw或deposit等等這些行為 那staker要去做delegation也是類似的流程 就下面這些正方形的都是合約 那上面這個staker是一個EOA的地址 那整體來說他的流程就差不多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去運作整個eigenlayer 那這邊的話還要再跟大家講一下說 怎麼去理解AVS和eigenlayer的關係 其實基本上AVS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鏈上的合約 那加上一個鏈下的一個軟體的服務 那這個鏈上的合約他會透過API的方式 去跟eigenlayer的組合約去做接觸 那eigenlayer這邊他目前提供了兩個介面 對 然後我先等他終身結束好了 OK 他這邊提供了兩個主要的接口 去跟他們智能合約做互動 第一個接口就是說 當你要去參加這個AVS的話 那他會有一個opt in installation 就是說你加入這個合約的這個接口 那另外有一個接口就是說 他會去讓你一直去記錄說 你這個AVS上面的各種行為 他去recode他的update 那透過這些update的接口 傳回去給eigenlayer的合約之後 他就會知道說 誰是有做的 和誰是有執行完這些任務的 那他就會再去給他做獎勵的分發 以及說去做slash這些動作 對 那這邊實際的eigenlayer的用力的話 會包括說就是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就是eigenda eigenda就是eigenlayer上面的data availability layer 那就是這個avability layer 主要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layer2的資料可取的新意值都是 layer2上面要去做擴容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障礙所在 因為今天layer2上面 他有幾個主要會花到費用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在layer2上面去做交易執行的費用 以及去更新這些狀態的費用 那這些都是小頭 真正的大頭是 你要把你這些layer2的這些 這些鏈上的 layer2這些鏈下的訊息 傳到以太鏈上的時候 他必須要就是用code data這種形式 去把這些資料記錄到L1上面 那其實在layer1上面 在以太主網上面 在儲存這些資料本身就非常貴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不去做的話 就像optimistic rule-up這種 就是OP這種 rule-up 他其實基本上就會遇到說 如果今天有人作惡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驗證說 哪一個交易真的在這個 rule-up上面發生過 所以他必須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就會變成說他們礙於成本 他沒有辦法一直非常密集的去發布給 就是layer1這一些 就是layer2上面的交易的這些code data的資料 那目前有一個解決方案是dankstrading 那dankstrading的話 它是透過抽樣挑戰的方式 可以讓就是 它透過抽樣的方式可以去確保說 就是目前我這上面這些layer2的資料 去驗證的成本會去降低 那並且說它透過說 二維的KZG的方式 它可以去讓這個證明的系統 就是它透過ZK的方式去壓縮 那可以讓它有足夠多的驗證次數 那以及足夠小頻寬 那去確保說這些資料都是可以被驗證的 那值得講的是說 像他們後來還在提出了一個說 叫Portal Danksharding的這個 EIP4844的這個改進的協議 那它這裡面它就不會再用code data的方式 去存儲這一些L2上面的資料給layer1 而是它是以blob的這種形式 那它可以攜帶更大的資料 那同時它的成本也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並不是在layer1上面要永久存儲 而是說它在30天到60天之後 它可以自動去做刪除 那這種方式也可以避免說 它有太高的儲存的成本 但是這些東西都必須要等到 就是整個以太底層的協議去做硬分岔 才有辦法做 那EigenLayer這個時候 它就做了一個智能合約版本的Danksharding 那等於說它透過智能合約上面的這個 它直接把這個驗證服務 變成是一個智能合約 那透過這個方式 它就可以去在硬分岔還沒實現之前 去完成這個DataLability的這個Layer的這個動作 那整個實現起來就會變成說 在以太坊上面它是可以直接跟Igenda的合約 Layer2是可以直接跟Igenda的合約去做互動 那透過這個方式的話去確保說 這些資料真的存儲在某個地方 那透過這個方式的話也可以讓Layer2 就是它有更多的就是Scalability的這一些 就是它可以讓它的整個吞吐量變得更好 那這邊他們其實有實驗出來說 就是目前他們的DataLability Rate 以及它的整個節點所需的帶寬 那他們宣稱說在測試網上面 跑100個節點的情況之下 他們是可以達到就是每秒10MV的這個DataAbility Rate 那同時它的帶寬也需要非常少 只有0.2MV每秒 那這邊的話值得一提的是 像Mental他們已經有在實現 就是基於Igenda的這個Layer2 那另外一個他們值得注意的一個 可能會開發的應用是MV Boost Plus 那這個MV Boost的Plus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MV Boost 基本上它是讓你的Proposer 以及你的Builder這兩個 在鏈上產生區塊 以及驗證區塊這兩個角色去做分離 那做分離的好處就是說 你做Proposer的人你只要專心驗證就好 你不用同步全節點 但是今天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Proposer他一樣有能力去驗證這些節點 他一樣有能力去產生這些區塊裡面的內容 去把這些區塊裡面的所有交易去做排序 那只是因為今天避免中心化的問題 以及讓更多人可以去成為Proposer 所以說PBS它是會去避免你 就是Proposer還可以去提交區塊內容這件事情 那他們這邊就 這邊的話就是 EigenLayer這邊他們就有人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說 可以基於EigenLayer去做一個MV Boost 那MV Boost的Plus就是說 基本上在這上面有能力的Proposer 還是可以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之下 它去構建部分的區塊 那把構建部分的區塊提交上去 那同時如果它去偷取 就比如說它不收入這些builder 提交這些區塊內容的情況下 這些Proposer也能夠被 就是他們也會被處罰 那它是透過這個方式去 等於說把MV Boost去做一個改進 讓Proposer有更多的權力可以去做更多事情 但是又不會說 做這些事情不會被處罰 那比較有趣的是這個概念其實是 Dank Sharding的發起人 就是叫做Dank Real Fast 跟EigenLayer這邊提出來 那這邊的話其實還有更多的應用 包括說就是像Sequencer或者是像 整個計算或指行程還有跨鏈巧 預言機等等這些應用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他們論壇 就是裡面還算是蠻有料的 那經常會有人提出各種不同的 中間建要再怎麼樣在EigenLayer上面建立的 這一些想法 那更新一下近況就是說 在EigenLayer組網上線之後 他們開放了45K的這一些LSD的EAS儲存的這個池子 等於說這些池子裡面總共可以存 45000個REAS STETH跟CBE 但是這些池子基本上 在6個小時之間就已經全部滿了 等於說大家可以看到說他們是這些 這些就是對IgenLayer有興趣的這些Staker 它們的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當它開啟池子的那一瞬間 就看到一大根直接噴上來 就是等於說大家在第一時間就把 就是這一些可以存各種 RESTAKING的這些CAP全部佔滿 那可以看到說這個協議是非常受歡迎 但是前面講了這麼多EigenLayer不錯的地方 其實它也是有一些隱憂 那第一個就是它有可能有 對以太坊的協議破壞的這種疑慮在 因為今天如果上面一個Layer2出問題 或有人作惡了 是不是就可能 如果今天大家都是很 這上面有很多以太坊的Staker的話 那他們就會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有人作惡了 那我們想要硬分叉 想要回滾 那這一件事情就會引來就是 有一方很大的不爽 那就是以太坊基金會 像Vitalik之前他就有寫一篇文 他說RESTAKING不錯 但是不要動不動想要硬分叉 這是非常高危險 他就說你在RESTAKING上面做的各種服務 你就算這個服務全家死光了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不要想要去做硬分叉 那他就會認為說 對於整個以太坊的生態是低風險的 那這是第一個隱憂 那第二個隱憂其實是說 第二個隱憂其實是說 以太坊 就是以太坊整個網絡的治理權 有可能會被IgonLayer這些委員會 去他們可能會有很大的話語權 因為說今天如果你抵押在以太坊組網上面 你只有就是4到5%的年化 那你一定會去找更高的年化 那有可能最高的年化 就會出現在IgonLayer的這個系統上面 那等於說到時候很多人就會把他的以太 抵押到IgonLayer的合約上 那就變成說IgonLayer的合約 他們這些治理方 他是有對以太坊整個生態 是有非常大的話語權 等於說今天有一件事情 就是IgonLayer的委員會 或他治理方想做這些事情 那就有可能有非常大的就是影響力 那這是也有人會擔心的地方 那再來第三點是我個人認為說 他有可能會削減在這上面這些中間 建的治理代幣的能力 那有可能會影響他長期的發展 就比如說今天你一個治理代幣 他可能是可以去負責去做驗證等等 那他變成說今天要把部分的驗證的 這些能力去分給這些restaking的這些ETH 那變成說他可能會 會掩割掉自己的部分自理代幣的能力 那這也是一個有可能的隱憂 那就看之後像Mentor這種Layer2 他們實現起來是怎麼樣 那在擔心說就是他 IgonLayer會不會產生很多壟斷這件事情 其實IgonLayer他也有提到說 他們未來的委員會不會只有 IgonLayer的這些Token的質押方 而是他們會考慮到很多是 就是在以太上面就是他們說 他們會有一個聲望系統去看說 在以太上面誰是比較有聲望的人 那包括說他們現在已經把 社區多簽的名單公佈出來 那這些人也是 就是來自各方的這些 以太上面的KOL或者是Builder 那這些人他們未來也有可能會去 作為直接去做治理的這些治理人 那最後我會覺得說 IgonLayer是一個野心或者是抱負非常大的一個協議 那他有沒有可能擴展到其他POSE呢 那我目前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容易 因為其實其他POSE 首先第一個是他要求的 節點的運算能力 和這些硬件的設備要求都非常高 基本上應該不太會有太多 所有榮餘的算力的空間的機會 那再來大家看到說 Validator 這些POSE鏈的Validator 其實都非常少 那不像以太上面 目前Validator有幾十萬個這種情況 那他要求的就是抵押的Stakey的數量也非常大 那比如說像現在以太上面是需要32個ETH 那就差不多是大概6萬美金左右 但是如果你看到Aptos 他就會要求的是 你要100萬個Aptos才能夠成為節點 比如說你要800萬美元才能夠成為節點 那Suite上面是要2000萬個Suite 那等於說你要大概現在需要1500萬美元 才能夠成為一個節點 那其實基本上應該不太會有太多的 就是小散物或正常的人想要能夠去參與他的節點 那除非說官方有意去run他們的LST的這些專案 不然應該短期之內他發展起來的可能性 就是不會是這麼有機的 對 那這差不多是我今天整體的就是對IgonLayer的介紹 那也謝謝很多人 包括說IgonLayer的Founder 就是他願意在白皮書發布的前幾天 去給我看他們的草稿以及接受我私訊的騷擾 那包括說像是一些前輩 像Nick 我看了很多他的文章去瞭解 像PBS等等這些概念 那還有就是也謝謝Cost Club 讓我更去了解IgonLayer 那當然就是也謝謝我自己服務的公司Impossible 就是我有時候花一些上班時間去跟他們去討論 和去瞭解這些項目 其實也都是還滿支持的 那最後就是也謝謝我的女朋友YYT 就是平常生活上面給我所有的支持這樣子 那謝謝大家 應該可以看到全部的就是slide的內容 坐鱷時Station的意思怎麼處理呢 Double is OK 那那個針對線上第一個提問是說 坐鱷的就是坐鱷被沒收這些ETH怎麼處理交給誰 其實這個問題我有想過 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就是解決的方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滿有趣的地方 那我也會認為這是未來 IgonLayer他們的治理代幣 或者是治理委員會非常有用的一個地方 因為一個協議一個項目 他只要能夠把持著越多的資源 那等於說他的治理 他的治理方的就是包括說他發的憑證等等 一定是越來越有效的 但這不是投資建議 我只是個人的一個看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驗證服務的軟體 AVS 軟體是AVS提供的嗎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有AVS的這個驗證的服務的話 我手機先給你 他這個驗證的服務的話 基本上IgonLayer的這邊 他是有提供一個他實現的時候所需要的接口的這個合約 就是Service Manager 但是你實際上你的這個project 你的專案要怎麼寫 還是要靠你自己去 靠你自己這個AVS的營運方去做處理 對 如果現場有人有問題 OK 你好想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在IgonLayer上面做restaking之後 他應該會有一些額外的收入 就跟原本比較起來 那這邊額外的收益如果要長久發展的話 應該是要 理想送是要來自AVS這邊的 對 那他現在比較有正式開始營運的AVS 比較有代表性有哪一些嗎 目前其實基本上 對 謝謝邦婷的那個提問 就是現在目前基本上 還沒有一個協議開始正式在IgonLayer上面去做營運 他只有開始去讓大家去做restaking這個動作 那我認為說他應該是在未來等到他的這些就是 比如說可能最快有AVS去上線的時候 他就會去做 就是他就才會有人在上面去營運 比如說像我覺得可能最快有可能是Mental 那Mental應該還在等一些就是IgonLayer的智能合約去布上去 對 這是我目前知道的情況 應該還沒有 對 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個AVS 因為如果是不同的AVS 那他Slash的條件應該會不一樣 就比如說如果這個AVS是他做DA的 這個AVS他是做Oracle 那他們Slash的條件應該不一樣 那這樣子IgonLayer他們要怎麼樣去確保的時候 就是今天這個AVS他沒有在做 就是他沒有在亂Slash別人 這個的話他我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會有一個重點是 你在你的Service Manager上面 你必須要提供一個條件 就是他會有一個東西叫做Task 那你要跟他講說你Task的這些方式的條件是怎麼樣 那如果有人就是違反了這個Task的內容 或是他沒有去就是沒有去執行這個Task的任務的時候 那他才會被受到處罰 那你具體的這個Task是什麼樣的內容 就是看你自己AVS的條件而定 那IgonLayer官方他們有說就是這個Task是怎麼樣 感覺是要經過一個審和或是一個治理的過程 就是 他們官方是講說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部署AVS 那應該我在我個人在想 因為他目前還沒有一個就是他Spec上面還沒有寫得很清楚 那應該是說你任何人都可以跟這個IgonLayer的合約的接口做互動 但是你在這上面你出了什麼事情 那應該有可能是你這個合約本身要先去就是要先去處理 那當你如果去產生一些意外的去罰默這些情況的話 那IgonLayer委員會是可以去就是否決掉這些意外去沒收人家資產這件事情 他們的態度和就是在白皮書上面寫到的是這樣子的運作流程 謝謝 了解 謝謝 那個可能因為時間問題可能會後再審問 就是 große報告 我剛剛大雅 我知道 警jack